原标题,上海地铁跨年夜延迟运营,最晚至4日凌晨,复个账换成时刻表本文选字节额号,上海市体微信公众号,上海市体ID,神侯耶斯特长假长啥样你还记得吗? 怕星星怕月亮,终于把2018年第一个假期等来了。 那,今年跨年夜想好去哪里玩了吗?关键是准备跟谁去。 如果是一个人,小编还是建议你早点回家睡觉吧,因为整个空气都弥漫着恋爱的酸腹气息。 如果你还是要坚持出去浪那小编这里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 今年跨年夜,上海六条鬼交线路将延时运行再也不用担心玩太晚,回不了家了。 幸福来得太突然。 具体如何实施? 那下面直接交黑板化重点。 研运具体方案12月29日周五、12月30日周六、127890号线执行常态周末延时运行方案。 12月31日周日,上海地铁127890号线将继续执行周末延时运行方案。 参考上图,12月31日周日20号线南京东路站于档湾20点整治运营结束。 实施临时封战。 封战时段内在南京东路站不能上下车。 届时,车站江江强站内广播宣传、导降设置、站台站厅秩序维护等工作。 12月31日1013号线新天地站于档湾20点整治运营结束,临时关闭一号口。 届时,车站江江强客流引导,定在一号口外设置导向,引导乘客从该站其他出入口进出站。 是不是看着有点迷糊? 其实很简单。 12月31日周日127890号线继续执行延时运行方案。 另外,晚上8点以后南京东路站封站新天地站关闭一号口。 同时,上海地铁网络其他涉及地面交通管制区域的重点大客流车站, 如人民广场站、陆家嘴站、新天地站等站点,原则上不封站, 如在运营期间出现大客流顺时上升, 或将采取限流、客流管控、直至临时封站等措施, 确保安全。 末班车时刻表为了确保乘客有足够时间进闸、上车。 通常上海地铁车站在当站的末班车时间点上提前三分钟停止售票, 所以在此提醒要赶末班车的乘客要预留一定的购票和进站时间, 以免错过末班车。 首末班车时刻表各换成站时刻表好了, 有了这份表达跨年夜出去封灾也不用担心没有地铁回家了。 另外,在这里,还要给各位地铁工作人员致敬。 你们辛苦了。